各位同學,大家早晨 首先我們看看恆神指數 恆神指數在今天早上也出現了一個低虛的情況 低虛之後,市場也有所抵抗 但這個地方,市場抵抗是板塊的狀態 基本上都是黃金股、電力股、ZR股 就是防守性質的股票為主 其實這種防守性質的股票 是比較難以達到一定的持續性 市場要走得好,必須要有大型股股去撐住它 以及有共振性的向上走 才有機會去衝一衝 所以它在0左右,拉到一定程度下 就出現了一定的抗壓 然後跌穿了分時的均價線 到現在目前還沒有止跌的特徵 其實在市場分析或對市場的理解中 大家注意一點就是 整體上去進行消息面的選擇也好 或者整體上去進行市場的更多分析也好 我們都需要有對於板塊的一個認知 所以板塊其實可以提示 我們它今天的一個方向性的選擇 以及去看一看這些群眾的股股 它們的方向 更加能夠幫助我們去進行一些篩選 好,你看269 今天跌幅都比較大一點 接著大型股股股都走得不太好 所以很難令市場出現我們想要的一個拉升的動作 這就是基本上我們可以去對市場的一個預判 今天就大概跟大家講到 好,暫時短線還沒有記憶 可能到明天才行的 大家先看看 多謝各位,拜拜